好 我們接下來看第四章 好 第四章要看是機率了 然後還有一些所謂的 counting 技術的一些規則 這個其實有些可能你們高中也都學過 稍微再等一次再複習一下 這裡面我們會談到一些什麼 包括樣本空間 什麼叫樣本空間 有什麼機率 有包括古典機率、經驗機率等等 我們怎麼樣透過樣本空間來 求出一些機率的概念 那有所謂的 那如果有些事件 那我們有所謂的加法規則、稱法規則等等 還有什麼條件機率等等 所以我們這一張主要都是在談一些機率的最基本的東西 OK 那最後還有一些counting 那counting當然就是 類似以前你們高中學過的那個排列組合的東西 如果你們還有印象的話 什麼是排列、什麼是組合 那個東西 這邊也會再講一遍 好 我們先談幾個很重要的概念 樣本空間 好 我們現在開始談到這種所謂的機率 機率其實就是一種叫random process 是一個隨機的程序 隨機的程序 那我們把它叫做probability experiment 它把它叫成一個實驗 當然實驗是一個比較通稱 反正它就是一個過程 那個過程裡面它可能是充滿著 它課本這邊叫機會 那這邊課本講的機會的概念就是隨機的意思 如果你比較習慣用隨機的名詞的話 其實這個機會的概念就是一個隨機的概念 所以機率實驗呢就是一種random process 但是它會有具體的結果 好 那這個具體的結果呢 在課本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名詞 不曉得我認為特別 可是它的其實英文的名詞就叫做outcome 那outcome可能大家都知道什麼意思嘛 outcome就是什麼 outcome就是結果啊 但是這個不曉得我們台灣的統計學家 現在還是哪邊的 我們把它翻成叫初相 這個名詞 以前有聽過這個名詞嗎 初相 你們也沒聽過嘛 所以代表不是只有我沒聽過 那這個是我後來上網路查 還真的耶 統計學家他們都把它叫初相 那也許這個是他們約定俗成的講法 那既然是約定俗成的講法 你也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你就用它嘛對不對 outcome叫初相 就是它的結果 好 那你的這種隨機的程序裡面 都會有一些具體的結果 叫初相 叫outcome 那這個outcome是什麼 就是每一次你去做這個機率實驗的過程 它會產生一個所謂特定的結果 叫outcome 那你把所有可能的初相 所構成的集合 這邊談到一個set 集合的概念 它就是一個叫做樣本空間 simple space 好 所以simple space的概念要知道 就是把所有的隨機程序裡面所產生的結果 這些結果叫初相 這些初相的集合就叫做樣本空間 OK 這些基本概念我們考試也會考 所以我們考試我們說過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觀念題 一部分是計算題 那觀念題就是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什麼叫樣本空間 simple space 這個很重要 因為樣本空間 最後會決定我們的一些機率的計算的結果 所以simple space是一個機率實驗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機率實驗是一個random process 隨機的 隨機或者是一個機會的過程 它所產生所有可能初相的集合 就叫做simple space 好 那直接看例子比較容易 因為定義都是比較抽象 好simple space 指兩顆骰子的simple space 對不對 這個都是很傳統的吧 丟骰子 那丟骰子的話 因為一顆骰子是六面 所以你丟兩顆骰子的組合 因為丟骰子基本上就是一個什麼 丟骰子這個是不是一個所謂的叫做機率實驗 因為它是一個隨機的process 是一個機會的程序 按照我們課本的定義叫做是一個機會的程序 或是你可以把它叫做隨機的程序 那這樣所得到的結果 所以呢 這個丟骰子就是一個機率實驗 那這個過程中間它會產生多少結果 你如果丟一顆骰子 當然就是幾種結果 就是幾種出向 六種出向 那丟兩顆骰子呢 因為它有順序 所以就變成 就按照我這邊寫的 這個1 1 1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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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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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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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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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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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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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男孩就是女孩 所以有假设B代表男孩 G代表女孩 那三个小孩 所以有三个位置去排嘛 所以有可能是BBB BBG BGB GBB 好难念哦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 组合起来应该会有几个 有几种结果 性别的排列上有几个结果 八种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八种结果 就是它的什么 性别的样本空间 因为生小孩也是随机嘛 是吗 同意吗 生小孩是不是随机程序 对吧 小孩的性别啦 不是生小孩 小孩性别应该是一个random process 对不对 虽然现在好像可以做什么分离 什么什么的 但是好像 那个是违反nature的 对不对 所以自然的程序上 应该还是一个自然的process 好了 那另外我们当然可以透过树状图来 来算出它的这些outcome 它的出向是怎么样 像刚才的这个小孩子的那个性别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树状图的概念来算 对不对 那树状图反正就是类似帮你去做partition 分割 分割完之后你就可以把所有的最后结果 因为它的树就像一个树 最后的结果就是它的结果 最后的ending的 就是在树的比较 树枝的尾端那个地方就是它的结果 所以像这种所谓的树状图的概念就是 好先分枝 反正第一个小孩会有什么 有B有G 生完第一个之后再生第二个之后也是有B有G 然后这边也是生完第一个如果是G的话 也是接下来也是有B有G 然后第二个再往上 但是又是分两个 所以这样去做类似分支的概念 最后的结果就是把这三个连在一起 BBB或者BBG这样的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得到结果 就是它的outcome 所以可以利用树状图的概念来帮我们 去把它的这个outcome的结果 全部把它找出来 这是一个方法 所以树状图的概念是这样 好 那 接下来要谈一个也是很重要的概念 叫event 事件 那这个事件呢 是什么定义呢 就是包含几率实验出向的集合 刚才我们所谓的样本空间 是所有的outcome的集合 对不对 那个叫样本空间 那也是一个集合 但是这个所有的样本空间里面 我们再去找出一些特定的东西 特定的outcome把它抓出来 那就叫一个事件 叫做一个event 叫做一个event 好 那 所有的样本空间里面去找出某几个 outcome 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那这种event可以是一个叫做单一个出向的 如果你是一个单一个出向就叫simple event 它只有一个outcome 概念叫simple event 那你也可以去包含数个outcome 数个出向的 那个叫做compound compound event 所以反正事件的概念是可以去 它可以是单一的outcome 也可以是多个outcome的组合 组合出来的结果 在simple space里面去抓出某几个outcome出来 把它组合在一起 那个可以把它叫做一个event 就叫做一个事件 叫做一个事件 好 待会我们也一样会有例子可以看了 那我们去解读这些event 它就会有几率的 因为 因为simple space是代表全部的结果嘛 那你现在只抓其中的几个outcome 几个出向出来 它就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几率的概念 那这些几率我们怎么去解读它呢 接下来就会分成这三种形态的几率的解读 那这个三种形态的几率解读非常重要 这个反正也是非常基础啦 包括古典几率 包括经验或者所谓的相对频率的几率 或者是所谓的主观几率 有这三种方式去判断你的event associate with这个probability 就是你的这个event里面 跟它对应的这个几率是多少 可以透过这三种方式来解读它 那这些几率当然就是跟你的event 发生的这个情况来看啦 所以你要先知道event是什么东西 event再讲一遍 它就是sample space里面 所有的outcome 所有的出向里面找几个 一个或两个或三个whatever 去把它组合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个就是一个event的概念 那你去找出这些几个event 这些几个outcome出来的结果 它会有一个什么几率的概念 所以就会有事件 就会跟几率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去判断这些几率 可以透过古典几率 或者所谓的经验几率 或者主观几率的概念去做 长清楚吗 这个概念观念很重要 好我们先看最简单的叫 也不是简单啦 就是最传统就叫古典几率 古典几率 那古典几率的概念呢 它直接是用 就跟我们的样本空间 跟你的事件发生的几率值 因为它假设啦 它假设说每一个 就是样本空间的所有的出向 它都会有一样的发生的机会 这个就是古典几率的最重要的假设 它就是一个没有bios 没有所谓的偏差 没有误会 没有任何主观什么的没的 就是它假设所有的outcome 所有的出向 都会有均一的发生机会 这是它的最主要的假设前提 那当它有这个假设前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样本空间 跟你的选择 event的这个 outcome出向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去算出 它的几率出来 所以这个是古典几率的概念 因为它假设所有的出向 有一样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算它的这些 事件的几率的时候 就只要利用样本空间 跟它的outcome 跟它的event的outcome 的那个概念比例 就可以去算出它的几率了 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eagually likely event 就是每一个事件里面的outcome 都会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古典几率的 最主要的假设源 所以古典几率的算法 就是说基本上几率 也是一个百分位数的概念 它就是写成这个P of E E是代表event P of E是等于number of E 除以number of S 那这个N of S 就是它的样本空间的 outcome的数字 数量 所以看你有几个outcome 那这个就是total number of outcome 然后呢 N of E呢 就是你的这个event里面 包含几个出向 那你如果只有一个 那就1 如果两个就2 类似这样 所以你的probability 就是古典几率的probability 就是根据你的样本空间 跟你的event的outcome的数量 这样子去算它的百分比 就这样而已 对不对 很简单吗 古典几率就是这样 好看例子 抽牌 好抽到红色人头牌 不好意思 红色人头牌 几率有多少 人头是什么 扑克牌的人头 当然就是有人的那个画像 有人的画像就是 有人的画像就是 Jack Queen 跟Tim Jack Jack就是J 是不是 所以有3 3种是什么 人头牌 然后但是它要求是什么 红色的人头牌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event 红色的人头牌 就是一个event 这个event里面 有多少个outcome 几个 六个 六个嘛 同不同意 对嘛 好 所以这个event有六个outcome 那我总共的sample space有多少 我total的sample space是多少 52啊 所以它就是52分之六啊 就这样 很直观嘛 因为它假设每一个 每一个outcome它的几率是一样的啊 所以我们就要看它 最后要算它的这个event的几率的时候 就把它的event所对应的outcome的个数 除以它的总的sample space的个数 这个就是它的古典几率的结果嘛 所以52分之六 大概是11.5% 这样 OK吗 清楚吗 no response 可以啊 好 刚才的例子 三个小孩 其中两个是女孩的几率 好 刚才说三个小孩 它所有的样本空间是多少 八嘛 这八个里面有出现两个 两个女孩子的几率是多少 那你就要 这个两个女孩就是一个event嘛 那这个event有多少个outcome 那就把刚才的里面有两个 两个g的把它挑出来嘛 两个g的挑出来是只有几个 三个啊 所以就八分之三 看一下刚才 两个g的是吧 这边嘛 两个g 两个g 诶 几个啊 这边还有一个g 这边还有一个g 这边还有三个 对不对 这三个 就两个girl的这个outcome有三个嘛 全部就是八个嘛 所以就八分之三 好 这个非常直观了 好 来 来 国王 这个事件 的几率 来 来 来 玩一玩 咦 诶 张玉有没有修啊 他没有修了是吧 那边名单也还有吗 有没有张玉 没有 我这边怎么还有这旧的 好 好 我家如 国王 国王 的几率 国王这个事件的几率 国王有几个 四个 国王有四个 哎呀 所以他的几率 五十二分之四 五十二分之四 对不对 好 大家同意吧 好 黑桃室的几率来 再换一个 黄勇 黄勇 嗨 嗨 有精神 我喜欢 那黑桃室 你知道他的几率吗 这个事件 这是一个事件 那他的几率是多少 五十二分之一 好 五十二分之一 同意吗 没有人反对 好没有反对继续 好 下一个 人头牌 融化 好 多少 五十二分之十二 五十二分之十二 所以人头牌他又没跟你讲是黑的红的 对不对 不同花色 加起来十二个 所以十二除以五十二 对不对 这个都很简单嘛 好啦 接下来太简单都不要问了 太 有点在藐视你们的智商一样 所以这个大概直接看过去就好了 好 那几率的概念呢 因为如果是古典几率的概念 因为大部分我们都是从古典几率来的 任何一个event 任何一个事件 它的几率一定是介于0跟1 因为你是所有的outcome 就是你的event的outcome 除以total的sample space的outcome 所以当然一定不会超过1 最多是1 所以p of e呢 会介于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1 所以这个很重要 任何 特别是古典几率的规则一定是这样 那你会想说 难道有不等于 有超过1的吗 以传统 当然我们从小 或者说也许你们国中高中也有学过几率 这种东西来看的话 好像都是在0跟1之间 对不对 但 但有一种新的做法 就是在讨论 因为几率跟一种uncertainty概念有关系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做几率的时候 现在有一种新的做法 它是不一定要让它范围是限制0到1 它可以超过1 但那个是另外一个 比较高深的学问的研究 对我们来说 我们传统的日常生活 还是在0跟1之间 好 那另外呢 第二个 几率的规则也是很重要 所有 outcome加起来的几率 当然是什么 加上1啊 对不对 所有的 outcome加起来是1 那如果 事件不可能发生 当然就是0嘛 几率就是0 如果一定会发生呢 当然就是1啊 这个就是 它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好 这个应该大家很熟 好 来看这个 直骰子 发现9 这个event 会不会发生 这个event 不会发生啊 所以它的几率就是什么 就是0 对不对 是刚刚说的啊 不可能发生在这 这个event 是低于7 event 你可以自己去订喔 event是你可以自己去订 你第一 好 你订它这个event 但是这个丢骰子 低于7点的这个event的几率 是多少 多少 低于7 低于7的event 有几个 6个 所以呢 6分之6 所以它保证一定会发生嘛 就这样的概念 所以event 就看你怎么去定义啦 那这种event是一定会发生 当然它就一定是1啊 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有没有 它一定会发生 当然几率就是1 不可能发生 它的几率就是0 那所有的event 加起来会是1啦 好 那还有谈到一个叫做 complementary complementary就是鱼捕啦 或叫捕鱼 这个不知道怎么分 鱼捕 捕鱼 反正就是 補充它没有的嘛 就是 类似negative的概念 所以complementary的event 就是说你的 不在 就是说你的样本空间 如果你把它 选一个event 出来之后 剩下的那一部分 剩下的那一部分的样本空间 就是它的complementary 就是它的 就是 就是 中文翻成语捕啦 至少统计学家 翻成叫语捕 那所以我们把它写成叫ebar ebar ebar ebar的话就代表 所有的样本空间 这么大 我的event event 它自己有自己的空间 它的集合 把这个event的这个拿掉之后 剩下的样本空间 就是它的complementary 就是它的余捕事件 看到 就是类似把它扣掉的概念 好 来看看这个例子就很清楚了 来 挑到有31天的月份 这个事件的余捕事件是什么 来 质量 2 4 6 8 有8吗 没有8 2 4 6 2 4 6 9 11 是不是 这样知道吗 因为31天的就是 13 5 7 8 10 12 然后呢 这就是31天的event 那它的余捕呢 余捕就是 扣掉那些就是剩下的 好 好 第二个来 文子杰 挑到第一个英文字母是t的日子 日子哦 这是一个礼拜而已 的余捕事件哦 1 3 5 6日 好 就是1356日 就是它的 挑到英文字母t的complementary 余捕事件 丢两颗骰子得到总和是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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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当成母音或子音的英文字母 这个我就真的不晓得了 你们有人知道吗 可以当作是母音或者是子音的英文字母的余捕事件 好啦 这个跳过了 这个要懂语文要不错的 根据课本答案是y y是可以当母音或子音哦 因为我们印象中母音就是AEIOU AEIOU 没有y啊 y怎么跑出来当母音我也不知道 所以anyway 所以这个要 请教英文老师 不然我也搞不清楚 好啦 这个就跳过 那我们在余捕事件 当然在 它跟我的这个event 它中间有个关系 因为它们两个相加起来就是1嘛 它的几率啦 p of e 跟p of e bar 理论上加起来应该是1 对不对 所以反过来就是拔一项而已 所以p of e bar 就是1-p of e 或者是p of e 就是1-p of e bar 就这么简单 这个余捕事件 那你如果把它弄成这种图形的概念 它特别把它叫做凡事图 不晓为什么 这个vance 这个是某一个人的 dust name 不是凡事的意思 凡 anyway 就是你如果p of e是这样 那你的整个p of s sample space是1 那这个是p of e 当然这个外面这一圈就是p of e bar 就这么简单 这个也没什么好讲 好 冰激凌 23%喜欢香草冰激凌 23%喜欢香草冰激凌 随便挑选一个人 那这个人不喜欢香草冰激凌的几率 对不对 就扣掉而已嘛 因为你喜欢跟不喜欢就是complementary嘛 对不对 互补啦 互补啦 就是互为余补 那所以23%喜欢 那几率呢 另外不喜欢的就是77% 就这么简单 好 那刚才那个是古典几率的概念 那我们接下来看如果是用经验几率 经验几率 那经验的概念它其实就是根据观察 根据observation 根据观测 去量测出来的结果 那这个量测结果有可能就跟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个什么 这个分配 组别的那种分配的几率是有概念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某一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对我们之前在谈那个什么 群组分配有沒有 就是我们说什么 之前你不是也是在课堂上有练习过了吗 就把一组数据做分群啊 那分群的话 分群之后就得到一个组一个组嘛 那这个组别 它可能它的数据就分在一个range嘛 在一个范围里面对不对 然后我们不是还有组 有什么 有组 组边际啊 还有组界啊 对不对 上组界下组界 上组边际下组边际 那些东西 那这样的话 那个因为那些数据是什么 那些数据是你去观测出来的嘛 去量测出来的 不管你今天是用什么方式去取得的 那就是一个量测观察值 那这种组别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事件的概念 那这时候你去看某一个组别的几率 它就是把所有的总频率啦 就是绝对频率 分支那个组别的频率 得到就是它的几率的概念 所以它其实基本上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什么 类似一个什么 相对频率嘛 所以因为几率最后 对这种所谓的经验几率来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频率的概念 就是一个频率 而且是相对频率的概念 相对频率的概念 那所以相对频率 我们就把它 对应到几率来说 就把它当成是叫做经验几率的感觉 因为它是根据你什么 你去研究去观察这些数据 然后得到的结果去算出来的 所谓的这种相对频率 所以它是一种所谓的经验几率的概念 好 这个是说 什么感恩节 这大概是老美 他们感恩节开始放假 去搭飞机去玩 好 开车搭飞机搭火车或BUS 然后它的这个每一个组的 这个就是一组一组 虽然它不是数据 它是一个叫什么 明目尺度的这种分类的 但是它的频率还是有 所以它总频率是50 那它问你搭飞机 那飞机只有6嘛 所以就50分之6 就得到就是它的频率 就这样 好 血型 这个血型我们之前有问过 它的分配跟我们也差不多 O型的21个 A型的22个 B型的5个 AB型的2个 好 这个是它的观察的结果 这也是一个群组的分布 只不过当然它这个一样 是一个明目尺度的群组分布 好 O型的几率之后 O型的就是把它加起来 那这个是50个 50个加起来 那O型的是21个 50分之21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谈到 其实有点偷跑 偷跑意思就是说 我们之后其实还会谈到 如果是A型或是B型 它这个事件 这个Event就变成是组合的 A或B 那A或B这两个其实 会不会是 我们以后待会之后 会谈一个叫做互次 这个Event 这个事件是 是所谓的互相排斥的 互相排斥知道意思吗 所以我根本跟你绝对 水火不容 就不会同时发生 你有没有可能同时 是A型也是B型 不会嘛 那个叫做互次的概念 好 所以某人是A型 或是B型的几率 很直观啊 就是把A型的几率加什么 加B型的几率嘛 或嘛 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我们下一节 才会谈到的 那所以A型的是22分之50 B型是5分之50 就加起来 就50分之27 对不对 这就是或啦 这个是Mutually Exclusive Event 它的这个几率 是要用加合 那某人不是A也不是O 哇 这怎么办 不是A也不是O 所以是什么 不是A也不是O 那应该是什么 应该就是B 或者什么 AB嘛 那就把B跟AB的加起来就好了 好 那某人不是AB 那某人不是AB的话 你的算法也很简单啊 你就是 不是AB就是OAB嘛 把加起来 那或者是说 你可以把AB的几率 然后呢 再用E把它扣掉就好了嘛 是不是这样 好 所以这边 刚才我们都讲过了 所以这边比较 最后一个 不是AB 就是E扣掉P of AB嘛 那AB型的几率是50分之2 那用E扣掉 这是它的几率 所以这就是Complementary的概念 预补的概念 好 到这里应该 还有这个 好 这叫什么 膝关节 这个对你们来说好像还讲这个都太早 膝关节自换手术 你们家里面有 有没有 有没有阿嬷阿公换膝关节 假老膝关节不太好 就要换膝关节 那换完膝关节要住院天宿 这个就是天宿 那它的频率 好 那这边有几个问题 就是说 那根据这些观察的频率呢 你要算它的几率 刚好住院五天的几率是多少 来 随便讲 嘿 林威瑜 来 刚好住院五天的几率多少 啊 几率呢 一二十 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一二十七分之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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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刚好五天 低于六天 你指定下一个 他指定你啊 他指定你啊 低于六天多少 低于六天多少 低于六天 好再下一个你指定 好 那就讲吧 至多四天 一二十七一二十五 十五加三十二十五 好这个至多四天 好再下一个指定吧 七十 至少五天 至少呢 至少呢 五十六加十九 至少呢 五十六加十九 五十七分之五 那大数法则有谈到就是说 像丢铜板 大家就习惯丢铜板嘛 你们不是在开球 玩任何球 所以不是都要先丢铜板嘛 那丢铜板的话 当然得到正面是二分之一 得到反面耶 也是二分之一嘛 对不对 这 这是我们理解的概念 就是古典几率 都是这样假设的嘛 好那如果我们利用 利用实验去实验它 你丢五十枚 丢铜板五十次 那你得到正面的次数 观察到的 会是二十五次吗 会吗 应该大部分的时候 通常不会出现 对不对 可能偶尔 就是你五十次 可能当成是一个实验 那这一次五十次 可能正面就是出现二十次而已 那某一次的实验 可能就会正好出现二十五次 但大部分的时候 都不会出现二十五次 少数的实验也许会得到 但是通常不会啦 那我们要怎么 那这个概念就代表说 我们之前讲法不对啦 怎么 你认为它是二分之一 但是为什么不是二分之一 有可能原因就是因为你的 你的实验的次数太少 所以你必须 如果当你把实验次数增加 得到一个很large number 它可能就会接近二分之一 它的得到正面的这个铜板的几率 所以经验 会接近二分之一 这个就是一个大数法则的概念啦 那对任何其实机会游戏 就所谓的random process的概念来说 虽然我们的几率 古典几率里面的那些数据 那些几率的概念是一个数字 但是你如果是少数的实验的过程中间 大概都不会跟它一样 除非你把它弄到一个非常大的实验次数 让它可能是把中间的一些任何误差 排除掉之后 你才有可能得到跟它接近的数据 这个叫大数法则啦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好 最后一个概念 就是叫主观几率 我们刚刚不是说有三种几率吗 对不对 就是你的事件判断可能有 有古典几率 然后还有经验几率 对不对 那经验是靠观察嘛 那最后一个叫主观几率 那主观几率就没得讲啦 主观几率就是说 那你就个人的主观判断啦 它会根据你的 个人的这个猜测或估计 来决定这样的几率 那当然这里面就是你个人的意见 或所谓的不确定的资讯在里面 那你要去做这个预测的时候 通常会根据你的know how 你的经验 你的experience 你的知识等等来决定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 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 包括像今天天气预测说 高雄地区会下雨的几率是吧 30% 今天早上有没有下雨 没有 有勒 早上早一点有下雨呢 你们都太晚起来了 早上有点下雨 所以30% 对不对 有可能 但是不一定会发生 那怎么这个30%怎么来的 你觉得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对啊 你们觉得他怎么算出来的 好像是那个云的量 云的云站的比 谁告诉你这个30% 气象局 气象局一定有什么 气象预报员吧 那气象预报员 他们可能是根据他们收集到的天气资料 根据他的经验 根据他的专业知识 然后可能也许就是 你说他的资料就是你刚说的云图啊等等 然后他来综合判断说 我就给一个数据 我就给了一个 estimation预测 就是他可能30% 这个 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另外什么 这个猜测某一队会得冠 好来来猜一下 去年NBA不是大家都说勇士会得冠吗 有没有 结果呢 结果谁啊 结果很多人玻璃心碎了是吧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在看球啊 哎哟 好啦 那你们有没有对什么 对什么运动很热门 热热中的 乒乓球 乒乓球没什么好讲 乒乓球好像也不太有名 不晓得谁会得冠也搞不清楚 好啦 反正就类似猜测什么得冠的几率 这个什么也是 也是他的专业经验啊 他去预测的 但是有可能会跌破 人家说跌破专家眼镜就这个概念嘛 他虽然有他的经验 有他的know how 但是最后事情是不是这样 不一定嘛 所以这个有些不确定性 那另外所谓的诊断 这些医生的诊断 大概也都是一些 有些专业的猜测 所以他会有一些主观的几率在里面 地质学家预测地震的机会 这些都是一些主观的预测 那这里面大概就没有什么好讲的 就是他怎么来的就不知道了 那其实跟这个有关系的 你们知道现在 有没有听过人工智慧 有 AI 对不对 AI我们基盖有讲嘛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AI有谈到一个什么东西 西洋期 对不对 下期啦 不一定是西洋期吧 是吗 是下西洋期吗 对不对 早期有一个Deep Blue 对不对 然后最近有几个新的 那个IBM的新的 他竟然打败南韩的那个什么 南韩的那个旗王是吧 是 是 啊 啊 anyway 那AI里面有很多 其实他除了计算 他除了透过那个所谓的Big Data 大数据的计算之外 他里面可能有些加上一些主观的几率 因为 下期有些是一些主观的一些判断 那他可能 从那个专家里面 他也学习到一些经验 所以他会把这些主观的几率 可能会放在他的这个 呃在做这个程式设计的时候 这个考量因素啦 所以 主观几率现在的应用 大概在人工智慧里面也是用蛮多的 人工智慧里面有一个叫专家系统 Ex-Persistent 那这个专家系统里面用到的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利用主观几率 因为他的这些经验法则 都是来自于 专家的访谈 而得到的结果 好 那这个是没得好讲 所以我们也没得算 好 那这个观念是之一 你们自己回去看一下 下期半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下课